為什麼我們會大焦呢? 我呢 要做一點手術 左眼就要做一種雷射 去刺個孔 放了那些液體壓出來 如果不然呢 整一下整一下會變成青光眼 現在呢 暫時呢 第四天太黑焦 這樣呢 就避免些光殘的 既然你戴啦 那我們就陪你一起戴啦 多謝你 摸下氣 那我又戴了 阿Jolin呢就戴了大家的東西 有沒有戴銀鏡呀? 阿Jolin有做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的啦 不是 我現在在幫她弄的 是 你給收集做節目呢 回來了 我幫我們的收音哥哥弄的東西 來啦 我們回來了 好啦 今天呢 我們是一小時精華版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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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呢 要講一些很特別的 你的樣子是宋斌是不是去哀悼呢? 去哀悼我自己 哀悼我自己 哀悼香港 哀悼香港現在太多太荒謬的東西了 是啊 真是荒謬 道德倫亡 道德倫亡啊 道德倫亡啊 和這個 魏風樂壞 沒錯啦 國之四為啦 是的 OK 全部就散了啦 是啊 那我們今天有個重點要講的東西是什麼呢? 奇觀 是啊 我們因為呢 香港最近呢 發生這件奇案 這件真是奇案 那個九龍灣這個天橋和它下來的那個樓梯呢 我當年呢 日日經過 起碼四次 因爲我那時在九龍灣某個傳媒集團裡頭工廠 那我要搭地鐵一直經過 那裡人來人往 不知道幾多人的 又算晚上1點鐘 1點半 都很多人的 都有人走的 因爲那裡是上去得福花園的要地來的 嗯 但是我不明白 怎麽樣可以在那裡打劫 搶了個電話 跟著呢 就拉入草叢強姦 真是不可能 就即使是 周圍還有很多老友 很多朋友經過的嘛 直接聽不到叫聲啊 看不到拍影啊 沒有人理會過啊 真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真是 這個發生是什麽鐘數呢 其實 其實是星期一天的凌晨 但是沒有理由 沒人知道的 我都不明白 是不是香港人那麽怕事呢 又不像 香港人又不像怕事 但是坦白說 志工我又不質疑 那個女生可能真的有被人侵犯或者綁棄了 我是很質疑抓那個過程到她入臭格之後 就是好像一步一步說 一步一步說 志工現在講的就是 我就質疑就是為什麼那個地方 都不是一個這麼偏僻的地方 都是人來人往的要衝 為什麼會一個人一個幫忙 一個聽聞到一些歧異的聲音 都沒有人去放拓令 這件事我就覺得香港人真的很多 就是不顧別人生死的 看都不看 看都不看 還要快腳步走了 志工你是不是懷疑 其實有人聽到有人看到 但是沒有人出聲呢 你覺得 是啊 沒錯 沒可能沒有人經過的那裡 因為我自己親身經驗呢 如果做這個傳媒呢 在晚上做的嘛 很多人在晚上下班的 這樣一點兩步 兼且我們都會走那條天橋上去吃宵夜的 那都還可以去吃宵夜或者給天堡了 但是走上去得福呢 就算去麥當勞也24小時的嘛 我那個時候啊 現在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呢 都有人走的 沒有理由會沒有人經過那條天橋 沒有人察覺到有怪異的聲音 或者有人 不會呢 就是那些人聽到有些聲音 就覺得 哎呀 男歡女愛啊 就像柔惠晶說的 博物都沒有理由 那只不過是 誒 程到龍時就地就解決這個意思 同聲的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這樣呢 我沒有試過強姦別人 但是我相信是同聲的嘛 看不到 可能他黏了一塊紙在他的口裡才姦他都可以的 有啦 但是現在我們後面會說 有啊 因為他嫌疑犯呢 就已經身亡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知道案發過程是怎樣 那不知道那個女生自己有沒有說出來 其實會不會是 次官 剛才Jolin提出一個很合理的 對 猜測啦 猜測啦 是不是有東西gag了他呀 就是塞了一個襪也好 就說剛才襪啦 襪啦 如果好一點就塞一個手巾仔 或者他去布 進他的口裡 貼紙都可以的 貼紙 讓他出不了聲音呢 這樣 我呢 就不知道 貼紙就應該沒什麼可能 因為呢 他那個嫌疑犯呢 嫌疑犯呢 是因為搶了他的電話 偷取他的電話 搶了他的電話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女生去追他 那個嫌疑犯雖然是跡犯 嘩 現在說是跡犯 但是那個人沒理由會帶著貼紙在身的 那你說有沒有手巾仔 爛物塞住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呢 都不多此 因為呢 這個女生呢 不是一個膽小的人 又不是一個不反抗的人 那個疑犯搶了他的電話之後去追他嘛 這個人呢 起碼都有點吉士的 不是說 搶了就算數了 這樣 所以這件事呢 我就不太相信 但是我相信呢 人一定有經過 這麼久 由一點到五點 為什麼一個人都沒有人是好奇 熊一熊 莊莊 幫到手 或者事後 都幫到這個女受害者逃脫呢 這件事呢 我就很失望 就是對香港人 直接看都不看 周圍的環境呢 也不會 事官 不要失望著啦 因為我們畢竟呢 還未重組案情 我們還未知道這件事的 可能有人呢 不知道啊 因為講到一句 其實最重要是 當然因為當這些這樣的風範案 多數是保護受害人 他不會這麼容易出來說話 其實最重要是那個女生出來說 我們萬般猜測都很難 究竟個案發過程不只是 如果真是一個疑犯做的 那麼他死了就沒得說了 另外那邊就是那個女生的了 對不對 那我們所知就是 他說那個人 若望30歲啊 搶了他的電話之後 拉了他到一旁 之後強姦他 之後還跟他聊天 拿了他兩張卡 還問他拿密碼 之後用水洗完他下面 才5點鐘讓他離開嘛 是咯 直接走了 我們知道是這麼多了 周圍有沒有人的就真是不知道了 這些真是我們憑空想像了 譬如有些事情 就說為什麼其實在過程動這麼長時間呢 成四個鐘頭時間 為什麼會在一個鬧市的一角呢 當然不是銅鑼灣 也不是尖沙咀 蘭桂坊 這麼旺的地方 大學次官說的那裏不會沒有人經過的 是天橋 然後又有麥當勞 是不是24小時呢 聽眾可能知道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為什麼會沒有人經過 沒有人報警 沒有人姓呢 剛才Jolin就在那裡猜 會不會是被人塞住了口呢 第二就是 會不會是那個女生太害怕 是的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來的 那次官 被人搶電話呢 那一刻可能很勇武的 是啊 因為覺得是我的possession 就是我的財物 我去追犯 我的iPhone啊 我可以想的 我可以想的 這樣就是追犯 但是呢 如果他發覺 那個責人是進一步 是要侵犯他的 甚至可能有把刀指著他的時候 是的 反應立即不同了 是啊 譬如如果你搶我的東西 我當然要追你了 是啊 但是如果發覺 喂 你有利器指著我 我生命有危險的時候 是啊 我可能不敢出聲 當然 可能在強姦他的過程裡面 OK 除了找東西塞住他的口 貼住他的口 就是令到他覺得他生命受威脅 是啊 是啊 他只能夠不出聲 是啊 是啊 如果不是就 喂 你連命都沒有了 是啊 案都沒有得報的了 就是女人 女人真的會覺得 就算我自己是 會很害怕被人侵犯 不想被人性侵 但是最後來說 你的本能是生命比精髒還要重要 我們現在不是 古代不是的 我們現在不是唐朝嘛 什麼失精時小 唐死事 唐朝沒有所謂的 整天失都可以的 是啊 之後那些就是鬆子 不是名稱 送名稱也很麻煩 對 送名稱也很麻煩 我想可能他是威脅他的情況之下去做的 我現在講一個例子 我講遠一點 是啊 就是我每天晚上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最喜歡看一些Crime Cases 我很變態的 我就是專門看這些 那我看過有一個 你會覺得匪夷所思 我看的時候覺得很麻煩 有什麼可能啊 那是怎樣的呢 就是一個女生 她是Hitchhike的 就是呢 在公路上面呢 這樣舉起手啊 就搭診公車 搭診公車 搭診公車 是的 就跟他們說 就說呢 就是想去某個地方 去驚訝他的朋友 這樣 然後呢 就有一輛車停了 就是一對夫妻來的 兩夫妻來的 那兩夫妻來的 那兩夫妻一定穩陣啦 打算這樣 她上了車之後呢 她就發覺 咦 她坐後座的嘛 師生駕車 那太太在她前面 她發現她的位置旁邊呢 有個木盒 那木盒她不知什麼事 有個木盒她不知什麼來的 然後呢 去到一個位呢 突然之間在湖邊 是 她停了車 那老婆就下車了 那老婆呢 重要呢 為什麼令她這麼安心呢 因為她抱著一個BB 哎 那個BB得不知 不是會說話的 手袍呢 手袍的 不是兩三個月大 不是兩三歲大 是可能兩三四個月大 的BB女 這樣抱著 那我就想著 哇 慈父 是吧 還有一個媽媽 還有一個BB 那一定沒事了 上車 那我就去到一個湖邊呢 突然之間 媽媽就下車 抱著一個BB 這個時候呢 老公沒有下車 一轉燈 就拿一把刀 指著那個女仔 是 跟著呢 她就說 put your head inside the box 她終於知道 這個box是做什麼 是一個 好像裝保齡球的盒子 哎呀 打開 就叫她把頭放進去 吸起來 OK 跟著呢 就看不見了 看不見你這輛車開去哪裡 是不是 這個時候呢 她就聽到老婆上車 就說 you done 這樣 搞定了 她的東西又要做 這樣 跟著呢 就一路炸炸炸炸 開到一個地方 很久 停了車 就蒙著她的頭了 是 就是還在一個盒裡面 還在一個盒裡面 拆了一個盒 跟著她蒙著她 用一個布袋蒙著她 就落了一個地爐裡面 oh shit 就有一個呢 比棺材大一點點 就是你想像 好像這個 吸血殭屍 日頭睡覺 是 那個盒 嗯 混在裡面 跟著呢 有很小的那些欄子 給她呼吸 就用風扇吹著她 嗯 如是者呢 就很多年過去 過了很多年 總共困了她 八年多 他不能動的 八年多 怎麼可以去廁所啊 在一個箱裡面去的了 那怎麼清潔 自己抹回來 是怎麼樣呢 那個男人呢 就每天 他有給他鐵鏈的 鎖住 shackles 就不change 就困住她 在一個籠裡面 就是那個木盒裡面 跟著呢 他出來了 這樣 跟著呢 就要他脫了衣服 做奴隸 嗯 給了一份contract 給他簽 就說呢 由現在開始 那不是很明顯嗎 是啊 有個contract 很有法律清晨啊 是啊 叫做K 他說 From now on Your name is Kay and I don't mean K-A-Y I mean K Alphabet K 這樣 I am your master She is your mistress 這樣 跟著呢 他就在家 手 和腳 都有手扣 扣著 有鎖鏈 走到那邊 都有聲 全身不穿衣服 然後呢 就負責拖地 抹屋 煮東西 但是呢 這個女生呢 她回顧說回 她說呢 看到她們 一家人是很正常的 interaction 即是爸爸媽媽會坐在那 和嬰兒女玩啊 然後餵她吃東西啊 那樣樣都很正常 只是這件事很不正常 很正常 只有她一個奴隸不正常 是的 她好像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 那樣 即是 怎麼跟那個小女孩解釋說 你明白嗎 這個不穿衣服的 這個姐姐 是的 她那時候二十歲的時候 她被人抓了的時候 接著 但是最匪夷所思是什麼呢 要她簽這個contract 這個男人她說 其實 她說背後有一個很大的集團 每一個集團呢 這個集團裡面 每一個人呢 都是一個master來的 一個主人 每個人都會簽奴隸的 你簽了就是我的了 你這一生這一世都沒得走了 在美國 在美國 是不是南邊那些很白人主義的人做的 我稍後再說些細節給你 OK 接著呢 那個女孩迫於無奈簽了 那她想著 她一定會找機會逃脫 她總共在一個箱裡面 每天混二十三個小時 是混了接近一年 第二年開始 每天放她出來的時間長一點 因為要她拖地呀 抹屋呀 做家務 做家務 但是呢 to one point 是給她出一個公園的 公園就是屋前面那個公園仔 是 是 放狗的放狗 放狗的放狗 是那個公種地方來的 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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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私人地方 私人地方 給她剷草 給她種花 給她施肥 跟著跟她說呢 跟她說 周邊呢 每一家每一會 都是這個集團的成員來的 他們都有奴隸的 所以你不要想著逃走 是呀 是呀 跟著呢 這個女孩被她混了四年多 四年多 有一天呢 她兩個人都送個蛋糕給她 生日蛋糕 是呀 她又知道她什麼時候生日 她什麼時候生日呢 有ID 她把她剝掉的衣服 保持她的證明 好 跟她慶祝生日 跟著這個時候呢 她就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回家 是呀 我想見一見我爸爸媽媽 這樣 這個時候呢 她們兩個說 我們先談一談 又把她運回家 又開了個風扇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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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 她們在一個籠裏 去大去小都在一個籠裏 跟著呢 那個棺材 到放回她出來的時候 她說 好 我們讓你回去吧 跟著 那個男的 就載她回家 是呀 但是 出來了 載她回家 那人就想著 喂 肯定沒有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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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的說 我和你下車 進去 你介紹我為你的未婚婦 但是她不見了那麼多 爲什麽成年見 就是在這個男的那裏 跟著呢 下車之前 她就說 你看不到那邊那輛車 麥綠色的那輛車 那個都是我們集團的人來的 如果你有什麽事 你試一下走 是啊 你出什麽股 我們就會槍殺你 還有你看那邊那輛紅色車 那輛都是我們集團的人來的 神經病 她就是A4 grade 她是五年前才加入的 她叫做什麽名字 她叫做什麽名字 說得似乎乎的 她和女生一起進去那間屋裡 跟著呢 介紹給爸爸媽媽認識 姐姐等等 給她過一個周末 過一個周末 對 對 這個時候呢 她們吃晚飯 還有拍照的 那張照片 現在你看到 她的女生還靠著 在她這個綁架帆 對 肩膀上很開心 很甜蜜的那張照片 接著 那個男的就走了 回家了 OK 就讓她說一個週末 你想著 她馬上跟爸爸媽媽說什麽事 那個年代是信了 八幾年來的 應該已經報警了 為什麽你什麽都沒有 電話都不打過來 她突然不出聲 你知道那個電話不出聲嗎 猜都猜不到 她說她擔心集團的人 傷害她家人 你想想 過去四年紀 你報警就不傷害了 不是 報警她擔心她會尋仇 喂 你抓了 綁她這個人 就是A 未婚夫 但她的集團還有很多人 她想著 她相信 她相信 她還沒見過 是的 接著再過了四五年 總共八年多的時候 終於有一天 他們說 我們打算讓你出去做事 幫保加計 就幫她 去找了一個 屋邦酒店做清潔 就是執房 是嗎 是的 她很開心 她還記得她是進去面試的時候 人家問她明天可不可以開始 她走出去問太太 她的女主人 女主人 可不可以 女主人說可以 她走去上班 可能回了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後 突然有一天 女主人在她開工的時候 去找她 進去空的房間裡 坐在床上 然後她還在收拾東西 女主人說你關門 你坐下 她說什麼事啊 她立刻坐下 她怕被老四看到她吞泡 是啊 但是她的女主人叫她 她就坐下 然後她的女主人說 LISTEN TO ME WE HAVE TO RUN 這樣 但是這個是她的女主人 她的女主人也是被人抓的 她的女主人是她老公的老婆 她的老婆 她也上樓樓 但是這個時候 女主人說了一句 她說我也是她的SLAVE 她原來也是她的奴隸 她原來也是她的奴隸 這個時候她說 我們現在馬上回去 馬上放東西 馬上走 因為可能男主人不是在家 不是在家 因為老婆知道 還放東西嗎 是啊 老婆走 還放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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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收拾東西了吧 走就走 你拿證件拿錢也要 放東西 然後走去報警 事情才穿 然後到最後 她才知道由後到尾 是沒有什麼集團的 對 騙了八年 八年多 沒有集團的 沒有 沒有的 你覺得是德州女傭融融入家中嗎 大佬 然後 是 你看看那張照片 她當天怎樣依偎著 這個綁架她的人 很甜蜜地在家人面前拍這張照片 是騙了整個家人的 是啊 就是為什麼她會這樣呢 添加在香港最近發生這個 這個打劫和強姦案呢 就是如果她相信她自己的生命 受到威脅 她就會play a lot 你本能是會做一些傷害自己的事情 是啊 這個就是我們猜測 我不知道 是啊 你剛才說的個案 小說都寫過 電影都發過 這個很多年前那時候有一套 你叫Rebecca Rebecca 是在英國發生的 真是有個精神病有問題的人 就走去腦夾了她一個心目中 她跟了個女生很久 這就是Rebecca 跟了很久 她就真是老了她 放在地牢 放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個拍成電影呢 那個故事又是一個很離奇的故事 但是現在你聽你這樣講呢 美國又有發生 英國也有發生 在這麼文明的地方呢 都發生過這些事呢 這些是人海傳奇來的 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就是 念想不到 嗯 但是你很聽啊 這些crime story 這些犯罪小說呢 我們其實很多 我經常看這些 其實很多都可以說的 次官我之前傳過一個給你 我想說的 但是呢 等我們三個 等次官你回來 是啊 然後我又傳給你兩個 那個資料 是很恐怖的 因為那個人 是不知道捉了一個 在美國的也是 他捉了很多個人 困在地牢裡面 然後呢 每個人呢 是用鎖鏈鎖住手 他連睡都睡不到 他站在那裡 然後就給貓罐頭他們吃 然後呢 有人不服從 是殺了他 然後拿他的肉去煮肉醬 這個時候 有警察敲門 問他做什麼房子這麼臭 他說我在煮東西而已 煮屎啊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大叫 這件事已經可以揭穿了 但是呢 居然這個時候沒有人叫 所以是很神奇的 就是很多這些crime cases 還有我們上次 我和阿祖典看過一個 就是一個美國大學生 去了墨西哥 被一個邪教組織抓了 接著就下場 不要說了 很恐怖 我們找人可以說這些 其實這麼厲害 是可以說這些奇形怪狀的 因為其實你說這些呢 這些一向有的 但是我覺得這五至七年之內 最轟動的 也是奧地利那宗 Joseph Ritzel 那宗 那宗 那個女生可能十幾歲 被他抓了之後 又生了孩子 有幾個都是這樣 那兩夫妻都是電影導演和編劇來的 那他去了澳洲移民的可能 在澳洲呢 他拿了一個真case 化了做一套電影 全部是西片來的 全部是西片來的 在澳洲 是 是 都是一個 不過他住在一個很荒 又跟他生了孩子 就 他那個家庭裏面 亂了龍的 亂了 亂到怎樣呢 誰是外婆 誰是媳婦 她的女兒 誰是她那個老婆 大家呢 聽不到 那些背份 明月全部 混亂了 嗯 不過都是一個很奇妙的 犯罪故事 嗯 下次呢 我們都可以 找機會去談一下 其實我覺得呢 因為呢 我們FORUM 其實很多不同的節目 我們星期三決戰 就是講時事政治 是不是 其實呢 禁室我們本身最初 什麼都可以的 是 是說出禁忌話題 禁忌話題 譬如亂論是禁忌話題 是啊 同性戀是禁忌話題 是啊 是嗎 邪教是禁忌話題 我很喜歡講邪教 是啊 我們找一集呢 就包括剛才講的那個男生 哎呀 他已經加過了 不是 我們上次 我們不聽人講的嘛 我們上次我們講那個 美國大學生 是啊 還要是成績優異的 嗯 是拿獎學金的 那個男生走了去墨西哥玩而已 被邪教組織抓了 那就出事了 那就出事了 那這一種邪教的case 我們都可以講 是 邪教死人的血濟 是 是 拿人來濟 活躺的 這些事情很多的 這些case可以講的 是 食人族也可以講的 是 但是這些我們呢 就等次官回來 是吧 我們呢就可以三個坐在這裏 一起講 很多的 我自己 我自己沒有接觸過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我以前 講真的一句 當事人我不是很熟 但是就算我大學時期 我接觸過一個朋友 她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她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她的女朋友 我也認識的 其實她是我介紹認識 但我跟另一個女生不熟 但是後來她們拍到我 才知道這個女生 原來小時候 也是受過這些邪教組織的傷害 我知道的事情不是很多 但我將來都可以講出來 我所知的 你初初想 十幾年前 以前沒有那麼 資訊 還沒有那麼發 網絡沒有那麼多 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聽到 是覺得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我都經過了十年後 你現在再看 聽到那麼多這些事情 我現在回想回 以前那個女生 跟我的朋友 她們一起拍拖的時候 她說給我朋友的情境 那些事情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出奇 幫你接受了這個世教這麼多謂的事情 我們先回應聽眾 有聽眾問 就說 為什麼戴超 如果剛開始錯誤了 應該會不知道 因為次官做了一點點硬的手術 所以次官戴超 Jolin就提議 不如你也戴了 所以就連我也戴超 大家戴了 今天大家都戴超 沒錯 沒錯 然後有人就說 畫面很窄 居然有這樣的事 我這裡不窄 我這裡很清楚 但我們有時候看你會窄的 是啊 是嗎 我這裡我看自己很猶順 你看自己當然猶順的 次官 是啊 你不是怨陽 你看自己 不是 那有人 我又看到 呂亡都猶順 是嗎 聲音又沒有 因為我戴了耳筒之後 聽得很清楚 Jolin的聲音 哦 當然 他很甜美 不甜美 我都沒有心機 聽了 那也是 我們繼續講聽眾的留言 說 最人渣就是 喜受害人的 這個當然 這個我最討厭 真的 這個我有時間講 我們待會慢慢罵一下 好嗎 那麼多黑警 都可以在鬧市地站邊 玩了四個鐘 謎底已經解開了 這樣 那就是 即是怎樣 警方辦事不力 即是怎樣 好啦 無論怎樣都會有這些責任 當然 絕對有 不可以說蕭公子 其實呢 禁室本身 就不是蕭公子 蕭公子 就是蕭公子很好的人幫我們頂了 很多集 大家讓他休息一下 他星期三個日已經抱養 我們繼續他快一點 可以休息多一點 讓他身體好一點 讓他自己也好一點 所以到時大家注意 如果蕭公子繼續病的話 這麼大隻都有病嗎 連決戰都聽不到 他做事忙 他生意太好 所以休息不夠 是啊 他太忙了 哦 就是因為 多謝你 呂忙和他體驗風水 不要這樣 選了個好位 不要這樣 我上去看過了 真的 他那個位子相當好 聚財 反而 拍那個位子 望到的景色很美 但是那個是三財威 哎呀師兄啊 厲害啊 是啊 真的很厲害 所以那個鬆軟一角 但是聚財 最重要就是聚財 好我們繼續 然後有一位聽眾 Raven Link 就報道 寫疑犯說有刀 但是沒有亮過刀 受害人又會相信 奇不奇呢 你們覺得呢 如果有人跟你說 如果有人跟你說 有刀 我覺得每個人對這些情況的反應 都會不同 我們用我們自己自己有的感受 或者自己自己有的看法去看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尊重的受害人 受害人是受害了 那他怎樣受害 他不是出來以身示法 不是以身示法 不是以身示法 而是以身說法 但是你要 那些中文真是糟糕 聽過人 但是我覺得最近的新聞就是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真的要尊重那個犯罪 大家說過都是多狗餘 多狗餘 但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這樣說 Jolin剛才說 你看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 如果換轉是我的話 我怕拿了他的刀 當然要把他淹掉了 是不是 是啊 但是 但是受害人他不是我 他不是Jolin Jolin應該踢爆了他的袋 OK 我看不到他的身形 我看不到他的身形 看不到他的那個敏捷 但是那裡是真的 那裡樓梯 辦案的樓梯 天橋樓梯是四松八八的 可以走的地方是相當多的 走上上走下都會有人 尤其走上上就是得福花園 那裡人來人往 就算一點半這個時候都不會說少人 自然人多那些為非作打的人都會怕 但是他沒有走 這件事本來我很多疑點 但是如果聽完你這樣說之後 我覺得有可能 就是這個世界真的有個性格 決定了他的命運 他的性格真的是害怕的 他說有刀真的是害怕的 所以不是奇的人呢 保護自己的生命 在那個時候 什麼東西都不夠 生命很貴的 這個我開始相信 就是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受害人的很冷靜 就是他知道 他就說如果我現在掙扎 我是將我自己的生命 put in great danger 堵住 是 是 就是我做一個很大隻 我夠他打的 我不夠他打 沒有可能會夠他打 是的 而我又沒有他拿著把刀的話 就是他說他有刀 他沒有量過一回事 但是 就是我可不可以拼搏呢 如果是他可能很冷靜 他覺得我不要拼搏了 OK 我play along 即我既然我都沒有辦法逃脫的話 我相信他意 我保住我的生命 為什麼你會聽到他說幾個小時之後 又問他拿一張卡 又跟他聊天 即是給他密碼 那你不是 如果他留了幾個小時 他整個過程應該不會說 救命呀救命呀 那時候三個小時 是嗎 還有就是 例如說 我看過很多不同的個案 有些就是 最大爭議的是哪個個案 就是有個女生 她在被強姦之前 她說 她的Defense 她說我知道我自己走不掉 她就說 她跟那個強姦犯說 嫌疑犯 後來判了 就說不如你先戴套 這個時候 官司就打得很緊 這是第二個Case來的 第二個Case來的 就是打得很緊 這是第二個Case來的 就是說 你既然叫他戴套 那你這個空間 你是不是可以逃脫呢 其實 為什麼你會叫他戴套 那是不是你自願和他發生成為呢 你concent了呢 這樣 那女生說不是 是因為我知道我走不掉 所以我為了保護自己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病 是啊 所以我就叫他戴套 那這個有段時間爭 那時候爭了很久 但是的而且確 在香港還是外國 外國 在美國 但我也看過不同的例子 就是說 那女生也是因為知道自己走不掉 所以她情願就是說 我無論如何都好 我現在先討好她 譬如她要我怎樣 我就相信她 我為什麼我遷就她 我令到她開心 就是看她放我 是啊 因為有些人覺得 我被你奸了 但我不被你殺 我都不是最嚴重的 就是要保守嘛 是啊 譬如你看回林過雲 香港最出名的Case之一 林過雲 她就是曾經對她一個 有這樣的想法 嗯 她對她有一個殺害的女生 是一個女中學生來的 她是說她並不想殺她 嗯 她是想跟她聊天 她是想跟她發生關係 但是她不想殺她 是 她不是說她錯手 但是她說是陰差陽錯規下 那就是說她怎樣 因為為什麼她說她不想殺她 因為她不是那些特種行業 就是所謂的寬場女子 是啊 她沒有打從心底裏面 看不起她們 或者覺得她們很污衛 可能沒有收到Case 那時候林過雲說 她收到Case要看天行道 其實是 但是你知道她是有個preference 是啊 所謂的妓女 就是寬場女子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很清純的女學生 她並不想殺她 但是她就說是陰差陽錯 所以就說 當你作為一個受害者 大一例是你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有信心 我夠打呢 我夠你抽呢 我贏到你呢 我可以overpower你呢 如果你說不是 平時她開鐵的 她還瘦過我的 那你就go ahead 其實我去過很多 都有時會叫一些女人 就是有些人會說 如果你是狂掙扎 如果她沒有武器 你狂掙扎的 或者會逃脫的到 但如果人家有武器的話 就叫你不要什麼 因為到時你又弄傷了 你自己傷得很嚴重 你又被人奸埋 還可能被人殺 那多重的傷害 那寧願不要去到那麼盡 令你激到那個 不是 我們不是說 如果大家例子 被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應該怎樣做 是的 我們正在說 就是 每個人面對這樣的危機 處理方法都不同 是的 有些人會很勇武 有些人會很勇武 突然之間 那個腎上腺素棄的 打到她老母飛起 你便明白 可能是這樣 那可能是我 但也可能 我以為自己很勇武 但可能到時我呆了 我害怕得 我不會給反應 也可能是這樣 或者你試了之後 你不夠她打 你已經知道 喂 拼不過 再打下去 遲了我撕底 是的 所以就說 我們不要當我們 現在 在咪前 唐邊學 這樣講幾好聽都可以 是的 問題是你不是她 是的 你不是她 他的性格又不是你的性格 是的 而且情況亦都不同 你是沒有辦法 是的 去代表她 去說應該怎樣做 是的 是的 接著就有人問 有沒有聽過訪問死者哥哥的聲帶 我有看過 聽過 有 是怎樣的 不是 你講死者哥哥的聲帶 不如說另外一個過程 就是拘捕他 那你星期三的時候 就說拘捕到這個疑犯 那這裡有個位置 我是很想撂爆傳媒的 是 就是他們已經說了 哇 九龍灣色魔落網 又說強姦犯落網 有個別的傳媒是這樣說的時候 我是很反感 嗯 就是香港人 或者香港傳媒 你忘記了我們香港的 普通法的法制度之下 是 You ar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所有的疑點 是歸於被告的 為什麼拘捕了一個人 你未搞清楚 未判 你就已經說他是色魔呢 是不是 甚至你這樣寫出來 你會變成 污染了觀眾 對那件事的看法 而有些人一看到 反應就說 哇 拘捕了我應該拿他去煙 沒有什麼 哇 你已經判了 未審先判 是不是很有問題呢 這件事 還有最搞笑的就是 初初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說那個疑犯 若莫 他看著他三個幾小時 四個小時 他說那個疑犯是三十歲的 但是這個拘捕了 最後自殺這個疑犯 多少歲 四十八歲 是不是 所以當時他的哥哥出來說 四十幾歲 四十八 那個哥哥出來說 就是 他說 他從九歲開始犯罪 出出入入監房 這麼多次 說真的 他坐臭駕多 我們去公廁試駕爆石 說真的 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多次不自殺 今次才來自殺呢 第一 他怕死 他覺得他的弟弟性格 怕死是不會自殺的 還有 他好像說過 他怎麼說 有些人也質疑 如果他是一個白粉 一個導遊 他的身材也算挺健碩 很健康 一點都不像我們認為導遊那種的身材 是不是 那個哥哥也是質疑這件事的 我覺得有沒有戴眼鏡 是一個說法 不是一個證據 為什麼呢 我去搶人家 偷人家的物件的時候 可能我戴眼鏡的人 不戴眼鏡 不戴眼鏡 有人戴眼鏡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用來掩避了那個認人 第二 那個人說幾多歲呢 這個是很主觀的 我看到 你是30歲 我看到你是50歲 現在我見到呂王 我就覺得她18歲 哈哈哈哈 當然啦 知道她原來 做得過女的那個年紀 這些譴明是很主觀的 是啊 是很主觀的 是啊 所以很多時候 尤其是親人 當然是不捨得自己的兄弟 尤其是她的第五個弟弟 是有些什麼差錯 或者是受到不明白的事情 影響了 這個會有她的看法 所以五個疑點 我也有疑點 我們有一個疑點 到現在就去了 這個疑點很奇怪 就是LAN那條線 LAN那條線 巨雲最初是在警署偷的 那出之呢 在警署偷這個LAN線呢 就把這個圖片發放了給生火報 那些人就說呢 是警方特意發給她的 她不發給方向報 也不發給其他報 發給生火報 那這個呢 我相信是會有可能 未必一定是警員 可能是其他人呢 她說是一個以前 剛剛坐過 就是上個月 是 犯了事 所以就 有想為證 是的 證明那個距離 但是呢 有一件事呢 是很奇怪的 很多人在網上呢 都證明 如果拉著LAN線 偷啊 拔啊 是不太容易的 是有勾的 大哥 那些人 是LAN線本身 好的LAN線呢 你拔不住 除非你連電腦都拔下來 是的 掉在地上 這個呢 最大疑點 她說 除非一件事 就是 如果LAN線的駁接 是 抹了街貨 是流的貨 那就很有可能 但是這樣 我們知道那裡是警署 她不去買 政府的公帑 怎麼會去買 100元做 所以呢 這個呢 是一個好疑點 中間的事情 役貨 我用來撥接呢 那我不知怎樣解釋 但是呢 這個是真的是 一個很大的疑點來的 還有 你這個車革裡面 也沒有橫樑 人家說樓底很高的 是 後來她說出來呢 就是用那些鐵絲呢 這樣的 席和橫的地方挂,就不是很困难, 你看过有些用很少的地方都会挂到鸭纳, 我讲个真实的事给两位听,你不要惊恐, 有一年我在无线电视做,租了一些片场来做拍摄牌, 其中一个叫做一个宿舍来的,是H型的大厦, 我跟人事经理和保安经理一起上去收楼, 我们将来是做西日报的死者楼, 其中一个楼有一间房,他们讲给我听, 这间房就是当年导演秦剑在吊颈身亡的地方, 这个宿舍里面亲眼去看是完全没有横梁的, 它怎样掉颈呢?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带我们进去看宿舍的安家或者他们的人解释, 大家进来厕所看看,厕所是很窄的地方, 在一个抽水码桶的地方,那窗后面就是一个窗, 它将窗的上高还有一个通气, 你想到了,它是开了一个小三角, 就挂了它的那条承索在那里, 但是你知道当年带导演自尋短见的时候是相当有决心, 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是无法指个人那麽高, 那麽大,那麽长, 是无法指吊了之后脚不随住在马桶的盖上, 你会痛的,会不舒服的, 你必定要将自己挂了之后, 将身尽量抽高,即是挂高一脚, 挂高一脚然后才可以挂到垃圾, 但如果你不够决心,是挂不了的, 你怎样挂呢?你一痛,一不舒服,一脚一垂, 那两寸就到屎桶板, 证明它真的后来是不在,是弃绝身亡, 是决心很大,即是说很少地方只要挂到垃圾绳就可以做到, 那时我看完之后到现在都怕了二十多年, 印象仍然很深刻,秦剑原来是这样死的, 当然我们将来讲到这个见到的鬼故事真人真事的时候, 我会再讲到其他,我在里面见到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但是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震惊的挂纳方法来的,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横梁的, 不是好像看电影那样,一定横梁自尽是不需要的,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说吊喇叭或者吊颈, 是一种很痛苦的死法, 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你是强行令到自己, 你将你整个人的重量, 是垃了在这个位置, 是令自己吐不了气, 跟着垃死自己, 即是你可以想象到什么事, 但如果以前我们说行刑那种死法, 它是下面会开的, 即是立即弄断你的脖子, 你脖子断了, 一刮它就脱了, 那你的头和你的脖子, 一脖子, 一断开, 一断开, 就已经没有了感觉了, 所以分别是很不同的, 你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不是那么干脆的, 如果你自己弃绝身亡那样, 你是要在那儿吊很久, 跟着呢, 如果你想退态, 就退不了, 是呀, 因为你已经引走那张椅子, 即是其实呢, 有一集如是我闻讲, 其实自杀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如果在佛教角度,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是一了百了, 那么简单的, 是反而你会很后悔的, 如果你做了这件事之后, 是的, 其实你有勇气去自杀, 你不如有勇气活下去, 是, 生存了, 没错了, 对了, 可以有多大事, 香港就算你傾家荡产, 你可以申請破产, 是呀,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都可以从头来过的, 还有你本来想想, 你来的时候,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有什么所谓,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只不过是还原基本部, 是这样化, 人就不会自杀了, 但是你秦剑那次呢, 后面有很多故事, 不过今天不是讲这个故事, 留下来讲鬼故事, 但是次官, 如果当年, 噢, 次官你讲, 我说呢, 如果将来, 有机会再讲鬼故, 或者影棚鬼故, 我们可以讲多一点, 因为呢, 我刚才讲的那个, 吊立话方法呢, 它是只有两寸位, 就是它一定要缩高一脚, 缩高一脚呢, 两寸位呢, 是随时, 你用一脚尖, 变回个士隆板, 或者抽水马桶的盖, 你就没事的了, 你就没了气了, 但是它都不肯, 就是它证明那时候, 那个去, 要走, 那个志愿, 那个view, 很强, 很多说法, 那时候再讲, 但我相信, 李王说, 这个真是一个, 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处理到的自杀问题, 到你想他死的时候, 你的心去头, 那个矛盾和争扎, 一有个本能是求生, 你当你痛苦时, 你怎样再求生呢, 是真是, 刚才你讲的那个case, 如果去到一个惊恐到震, 直接内心, 一个暴律的情况下, 我相信, 这些人真的会放弃了很多的反抗, 是, 王, 你想讲讲, 我对那个, 所谓人欲, 那个, 起底机, 起人家的底, 这种这样的讲法, 我, 我, 直接几晚都睡不着, 就是很生气, 是, 为什么呢, 第一, 很多人都讲说, 人呢, 在这个社会应该有知情权, 但他不知道知情权本身有个限制的, 是, 不是乱来的, 什么都可以知情, 不是的, 这些是私人赢的, 为什么要在那个伤口上高再加盐呢, 那个已经被人强奸的人, 已经是一个受难, 很受难的人, 何以还有一个这么残忍的心, 这么禽兽的心, 去将人家的底势, 生活, 人家在读书的, 将它揭露出来, 这个受害人还用出来见人吗, 真是可憐, 这个伤害比那个元凶呢, 强奸他呢, 更加罪恶啊, 你两位是不是这么想呢, 我看到另一件事的, 我看到另一件事就是, 我说一件事很冷血, 有听众说, 很想念肖公子的冷血分析, 是, 我不是分析, 但是呢, 我说一件事很冷血的, 就是, 香港的传媒呢, 刚才Jolin都已经小了, 已经用到强奸犯, 色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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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较早前, 在台湾, 有个妈妈, 和她老公, 推着个BB女儿, 2岁, 不是推着, 就是BB女儿在走, 日光日白, 被一个有精神病的人, 拿把刀割了女儿的头, 是, 在她面前, right there right down, 她看着整个案发过程, 她看着女儿, 由生歐歐被人割了头, 到死亡, 整个过程, 妈妈亲眼目击, 但是她对着记者, 她说嫌疑犯, 嫌疑犯, 是啊, 她绝对可以说兇徒, 她绝对可以说兇手, 她绝对可以说她喪尽天良, 吻灭人性, 她可以这么说, 因为她在场, 但是她没有这么说, 这个是证明什么呢, 是她的水平之高, 是啊, 她的质素, 是啊, 她怎么克制着自己的伤痛呢, 她在这个时候, 她依然尊重法律, 就是在未判之前, 我依然是称呼她为嫌疑犯, 是啊, 香港的传媒, 连这个妈妈的水平都到不到, OK,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要说的是, 这是我想说的很冷血那部份, 如果在外国, 譬如美嘉的传媒, 有机会, 是会question, 这个女孩, 她所说的是不是真实, 是的, 但是香港没有, 我不是challenge, 说她说的是真, 不是真, 我不是challenge, 我只不过说, 香港传媒没有这一样东西, 没有做多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呢, 是不是怕卖不了布置呢, 是不是怕全香港的道德分子, 所以说她已经很惨了, 你还这样那些, 但是, 你传媒的角色, 是要求真, 是, 这个女孩, 她这件事, 大家听上去都觉得, 为匪夷所思, 是, 为什么是一个闹事, 为什么四个小时, 为什么可以没有人听到, 没有人去报警, 没有人经过, 没有人发现, 这样, 而这个, 说三十岁, 但是原来四十八岁, 接着她又会自杀, 就是, 大家都agree, 其实有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意见, 在里面, 包括说, 过程四个小时之后, 帮她洗干净, 没有留得任何的DNA, 或者精役, 可以被化验, 我可以想象到, 如果是外国的媒体, 是会question的, 会question, 到底是不是真实, 她是不是真的被强暴, 即是强奸, 她是不是真的被性侵, 她和这个人, 其实是否相识, 会不会里面, 有更加落人尋味的故事, 在里面, 我讲的, 我作的, 例如举例, 其实原来他们两个是相识的, 他们两个是旧情侣来的, 但是男生离开了他, 那女生不开心, 所以就, 列造, 列造了一个故事, 我不是说这个是个case, 我只不过说, 传媒的责任, 是应该能够保持中立, 持平, 即是说, 所有的疑点, 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question, 而不是一来就说, 食魔, 甚至他现在是不是自杀, 还是避免, 还是李旺扬, 是的, 是不是先, 即是他说, 他计算, 所有的事情, 在这个, 在这个警官里面发生的, 现在以今时今日, 我们这么, 我们这么诚信, 这么好的警队来说, 坦白说, 你信不信呢, 即是你给我, 我是偏, 是很质疑咯, 可能你说我是, 戴有声眼睛, 去看警察也好, 但是, 经过这么多事, 七警之后, 判决, 三万多人在公园里屌你老母, 我真的对警察说的, 真的有保留, 特别一哥出来说的, 我都不信咯, 那是不是要质疑呢, 这些所有的事情, 是的, 因为这些警察也是解释不了, 很吊诡,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质疑, 应该还有一个态度, 就是质疑的态度, 而不是信到十足的态度, 这个是怀疑, 我本身是怀疑论者, 我什么都怀疑的, 不只是这件事怀疑, 但是, 就有合理的理由, 他以可理由, 这些人会说, 很多问题, 真的有那样巧, 或者很多问题, 不能够, 变得到, 那些人会说, 这些人会说, 我看法是, 你真是有他的怀疑, 有一个好的政府, 優良的政府未必一定跟你平息, 等如当年五分牌是完全一句说话就是行政公布, 无讲到很多市民的疑点, 这个对政府不会对他的说话能够顺尽的一种经验, 志伯等一等,听众说有多少听众说没有画面, 画面黑了,发生什么事,我想问, 但是不是有声音的,声音就有的,Black Screen, 是看不到次官的样子,还是看不到我的样子都看不到呢, 什么都没有了,是吗,Black Screen, 是不是没有插电啊, 观众听到我们讲话,是吗, 那我们继续做啦,我们还有几分钟的, 我们都要做完节目的啦,没有画面都, 有声音,但没有画面,明白,OK, 好了,我们继续讲, 当作旧式收音机啦,好吗,照听先啦, 老实说,受害人,如果没有留下任何的生物的证据, 譬如精液,体液,那些人可以如何验到DNA, 那你可以真的拼着那个人,哪个是个犯事人的, 那唯一要争论的地方就是, 到底是不是自愿性行为, 是不是consensual sex, 那现在问题就是, 它是连这种所谓的biological evidence, 就是生物的证据, 生理常的证据, 是的,都没有, 是的, 那你用什么去证明, 这个被强奸, 这个是一个事实, 其实是困难的, 嗯, 譬如你说, 它的身体, 譬如它下面, 下面, 下体, 又受到硬物, 或者其他东西的, 就是整伤了, 这样, 但是, 你不能够证明, 不能够证明是强奸, 不能够证明是强奸, 是的, 因为可以是, 就是两个人, 里程可怨之下, 大家玩得过了火, 都说现在都有可能, 激了, 都可以的嘛,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新闻有时都见到, 就说大陆有个人, 摆一条泥蜗, 到江门上了直抢, 或者是女的, 都有摆一条, 青瓜, 或者是苹果, 什么都好, 是的, 在佛江街, 都试过, 当街做, 试过, 是的, 你可以是很激, 而有这个伤口的, 而有撕裂的, 它未必一定是强奸的, 那你说, 如果那个女生, 她说, 我不是自愿性行为, 我是被强奸, 而你真的有这个, 生理证据, 物理证据, 那你就是, 令到你的案件更加强, 是的, 但是呢, 难在就是, 现在它没有这件事, 而, 那个所谓的强奸犯, 嫌疑犯, 也都死了, 是的, 到时你, 你对这件事的调查, 只是指于, 他是不是自杀, 他的死因, 但是这件事, 没有了被告, 被告死了, 就不能再審这件案, 是的, 另一件事, 我当时听了就是, 我觉到最恐怖的就是, 连这个强奸, 是不是ever, 发生 in the first place, 都证明不了的, 其实, 是的, 就算这个强奸是发生了, 而这个人死了之后, 也都不会再有一个地方, 去審究究, 是不是这个人强奸这个女生, 是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第一件事就是想, 他抢了那张卡, 之后走了去按钱, 那其实, 隔了几天, 那其实, 那张卡可以转折, 是不是有人给了一张卡, 他本身是犯罪, 他是小偷来的, 一向, 但是他没有犯过强奸的, 以前是没有犯过这些方法, 差一日的, 是不是, 我自己想吧, 会不会有人给了一张卡, 叫他去按钱呢, 就是你中间那几天, 发生了什么事呢, 抓他那时候又说, 他有一件濕的衣服, 要是为了他洗了一件衣服, 你毁灭证据, 那我就觉得, 如果我礼拜日强奸人, 我不是应该, 如果我立刻会洗他下面, 我不是应该, 立刻回家会洗衣服呢, 为什么隔了几天的衣服, 再濕的被拿到呢, 那这个就未必, 但是呢, 那件衣服是不是那晚穿的呢, 都是成问题的, 那就是了, 你自己的衣服的啦, 可能认啊, 认啊,认啊, 大家没有了认, 现在认鬼怎么认呢, 那件事会怎样啊, 那就是令到我怀疑就是, 就算那件衣服, 你是哪一晚的一件衣服, 这些不是足够的证据, 我也是形成一种, 一定形成一种很合理的怀疑, 去抓这个人, 就立刻審判他是一个拾摸, 那就是他现在, 另外我想说就是, 他去自杀, 我不理你, 他用USB线自杀, 还是Land线自杀, 总之他在臭格里面自杀, 在你警方的custody之下自杀, 你警方就有责任, 就是说来说这件事, 他有没有自杀, 他是被自杀, 还是真自杀, 我不理先啦, 第一件事就是, 你警方是有negligence, 你是疏忽, 你是否应该出来去道歉, 说回那件事呢, 为什么就是说我confirm, 我一提出来, 我confirm他用一条5英尺的Land线去自杀, 我不理你用什么线自杀, 总之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说, 我们也都很惊讶, 他也说要先调查, 究竟为什么, 这个呢, 他还没调查之前, 政府部门呢, 关系就不会先道歉的, 当然调查了之后, 但是呢, 他说调查是不是一种拖延的方法呢, 都投了, 查了有公报呢, 还有公报之后会不会道歉呢, 这个呢, 国家希望这样, 但是呢, 我相信呢, 以往的case, 多数都是, 遗忘的了, 博你忘记的了, 那这个呢, 就使得, 使得观众呢, 使得香港市民呢, 对这部门呢, 信心呢, 就失去了, 不, 现在这次这件事, 我觉得啦, 香港市民呢, 你问我来说呢, 我认为一个社会, 如果对司法, 对警政, 是失去信心的呢, 这个社会已经是很残的了, 很残酷的了, 就是我们怎么还有安全感呢, 我们哪里还有信心, 在这发展自己的生活呢, 是吧? 因为今次, 我觉得最惨的地方就是, 第一, 你连他是不是强奸, 你都证明不了, 是啊, 第二就是, 是啊, 嫌疑犯已经死了, 到底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冤情, 或者, 他真的犯了这件案, 能不能够还, 受害人一个公道呢, 是啊, 都做不到整件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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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听过有不少个冤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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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退一万步说, 就是反主流的意见, 万一这个嫌疑犯, 现在已经身亡了的这个嫌疑犯, 假如他不是犯案的人, 是啊, 他只不过是一个惯犯, 是一个小偷, 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小偷, 由于他是一个惯犯, 所以将他拼在这个案子上, 他觉得自己白痴莫辨, 是啊, 他觉得很绝望而自杀的话, 那他真的很惨, 其实, 但是当然如果, 那女事主真的被强奸, 他都很惨, 但是更惨的就是, 他无办法被还公道, 还他清白, 是啊, 所以现在是不论受害人, 抑或是嫌疑犯, 都很惨, 是啊, 你只要代入不同的故事去想, 你已经知道, 其实两者都很惨了, 但是我觉得香港人, 如果香港人, 香港人不想忘记, 我就跟你说的那个惨, 都有一点点相同, 但是我觉得我的惨更惨, 就是如果一个这样的执法部门, 而香港人那么多怀疑他, 那么多觉得他有很多见不到光, 或者他在那里, 激留所都可以自杀到的, 对一个这样的政府部门, 失去信心, 是香港最惨的事, 人们怎样生活下去呢, 我的层面就看这个是很惨, 你的层面看到那个事的很惨, 我看到整个建制里面的一个很惨, 我也不知道将来, 林郑怎么样收拾香港这个残局, 其实我觉得收拾都是讲的, 大和解都是讲的,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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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華版差不多了, OK, 接着有个听众就说, 上次沙田老屈过弱智人士杀人, 是吧, 正如李旺如自杀, 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人知道是不可能的, 但是内地人, 整天都要面对着这种情况, 这种事件, 他们还会不会去判断, 或者已经, 哎, 关我鬼事吗, 就不要理了, 是吧, 香港人可以选择不麻木的, 选择不给这些东西, 去令到你的神经已经不再麻木, 不再理了, 那好吧, 我们明天有次观的如是我问, 好吗? OK, 下一集再见, 武术集团的第一团, 拜拜, 拜拜,